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大观察观战一版,目前S1的封眼,这方面傭兵勘探画家教授,这是一个胜率高达92%的封眼,这套这种打封眼,我觉得不是很行,它有一定的打架能力,但不是很行,原因在于,它这边的一个,呃,旧人, 牵制,联动,你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吧,就是你想象当中觉得,哎,这好像这画家也不错,被抓了,可以画画什么的,但你人能一定救下来吗?看太原能打架,但你能打得起来吗?然后修机速度也不是特别快,就感觉,嗯,看似还挺不错的,但是呢,真的是非常, 吃操作和配合的,不是有些阵容啊,比如说,哎,有个祭司啊,对吧,然后,有个,那个,比如说,咒术师啊,你就感觉封眼,还看到这套这套头都反了,这套这种呢,你觉得,它打封眼,哎,也能打,但是呢,好不好打呢,感觉,也不是很好打,就这种感觉, 就真的就开双方,我觉得如果说上来能够比较快速的找到这边的画家,然后带走画家的话,这个局封眼能赢,啊,这个局封眼能赢,这的话张狂起技能,来,蓄力刀还怎么说,这边是一个飞轮过板子,但没想到,这边,一个蓄力刀过板,闪现根过来,画家这边的话,再一个抽刀,好的, 两次板子博弈封眼全胜,两次板子博弈封眼全胜,刚才这一刀的话,真的,第二刀我觉得,打得太有技术含量了,就这一刀完全是在,出刀的过程当中,进行的调整,它尽可以往前走,过板刀,退,可以退过来,来抽刀,看他,这个是看他的一个反应,就是反应够快的话,确实是能够打出这样的一个操作的,嗯,这里,教授来救人,救下来,对, 想帮忙扛一手,没能扛中,还行吧,第一步能救下来,现在还行,但是,问题是,这边画家的话还没画出来,倒踢墙,哎,倒踢墙,这个人后续救不了的,搞得看待员这边,能过来保一样,保不动吧,我觉得,这个看待员想来保,有一定的风险性,嗯,不过还行吧,因为他手里有一个壳,然后三块磁铁,风眼这边是滑了一堵墙, 用这堵墙来拦住这个看待,这个人一旦放下来,能放一次,第二次,能放两次,我觉得,能放两次,因为离椅子距离比较近,漂亮,因为看待员确实很给力啊,这波拖的时间的话,大家可以看到,看待员是用尽了自己的全部,拖了多少时间呢,拖了大概二十多秒,其实是不太够的, 就看这边,这边墙如果能量够的话,拥兵都不一定救得下这个人,这样的话,这个人直接挂飞,万民马迹不够,风眼保兵真实,风眼保兵真实,嗯,打得都很好,嗯,教授这边上来秒救,顶顿直接秒救,非常的不错,然后这边看待员,三块磁铁,飞轮,加灵片,嗯,也扛住了该扛的所有,打的是真不错,嗯,风眼这边的话,能量不够, 不太有,能量再来做防守,那拥兵还能再来救一波,还行,还行,还行,但我觉得看待员现在这个磁铁用的有点早,有点早,不过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这边的能量不够,看待员来救吗,哎,看待员来救不好吧,嗯,这波看待员来救,拥兵不来救,嗯,那没了,我觉得这个局没了,冲者后续打不动的,因为这边画家其实是, 需要,什么呢,需要看待员跟佣兵打一波没有,佣兵救下来以后,看待员这边,嗯,去打一波干扰,让画家画出画顶画,拉走,牵制起来,才有可能完成一个,四人开门战,或者说才有可能去,往更多的那个面去打,这边的话,一旦封住,教授直接要倒啊,这教授, 嗯,这个应该是把后面封死了啊,然后慢慢打骗你的盾,弹,强行翻,可以可以,这边闪现过来,追刀,很果断,很果断,嗯,现在的话,穷者其实没有再来救人的能力了,佣兵这边一划一刀倒,底部佣有个灵片,他这个灵片吧,佣兵手里还有个薄命,机子的问题比较严重,机子不够,这里是选择把人挂一地压室吗,也无所谓挂不挂地压室吗,他这边应该就是挂 挂到一个有能量的地方,因为刚刚那张椅子的能量已经耗尽了嘛,他挂到一个有能量且背靠墙的位置的话,佣兵应该是大概率救不下人来的,这边的话,再封住哪集,勘探员再来救一波,勘探员来救,没勃命,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呢,一划一刀,先把这边的墙给封住了,吸一手,吸得很漂亮,这种吸得很漂亮,但是能量上面应该是,够,妈,有超频,划一下,打一刀,勘探员这边,可以,就是救下来的, 就是救下来的,但是你被看待员倒了,然后这边的话,教授血线也残,佣兵这边的话,他的这个,最后台机子是不可能给你修的,连碰都可能不一定让你碰得到,外面起新机子来不及,并坏,不是,看待员这边的话,只能让教授来救,教授顶盾救人,有可能,也不可能,我觉得不太可能,这个顶盾救人不太可能, 佣兵这边的机子还被封住,结束了,结束了,我觉得还是第二波救人,就是看待员那边那波救人,其实是可以考虑要么卖掉,要么就是让这边的那个佣兵来救,然后看待员打架,这样的话,从上级角来看,机会可能会更大一点,面对这种级别的风眼,真的没有,没有说,你这边救下来,对吧,还能够,就看待员救下来以后,还能帮忙扛个刀什么玩的,不太可以给你这样的机会, 救命这边的话,救下来,飞轮,顶,哎呦可,刚好抓了一个空档,但又怎么样呢,搞得这个局能翻一样,你密码机点开我看看,点不开,我这边超频,把你两个人全给寡了,321好,全给寡了,哎,又期待,走,看一眼,密码机,先求稳,把密码机压制住,对, 优兵这边45的机子,然后,这里的话是,教授舍己为人,强行以肉体之躯,去翻出一个墙,给到这边上挂飞的勘探员,勘探员这边,我再来救一波队友,核心问题就是,机子学不了,核心问题就是,机子学不了,你那机子能压好, 一切都好说,机子压不好,机子压好了,你这两人开门战,也有可能能保皮,但你机子压不好,一切都是白搭,没办法的,就面对风眼,包括现在新的那个记录员,都是这样子的,就打成这种三人残局,你的机子很难好的,真的很难好,非常非常难, 这里打了一个假刀,假刀在带回旋,人挂上,佣兵这边教自己,那边马机还差50,勘探员这边就算是有三块磁铁,能打一波非常完美的,下,耶,没啥用,也没啥用,先把马机给封了,手里没有闪现的,勘探员是个上挂飞,吸一手,可以, 这马的话有一说一啊,就开局的时候我还觉得,求人者这边他们这个局要打得非常好才行,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马的话操作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好,操作真的打得非常非常好,勘探员也好,这教授也好,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,该做的都做了,该打的都打了,但这是一个修机的游戏, 三个人抢起,我还真不信了,三个人抢起,能翻得了天,真的得强冲,强冲,三个人强冲密码机,就这一波机会了, 看优兵,三个人都是一刀倒,勘探员这边有一个盾,顶盾,长一刀,这里的话,你还别说这三个人吃一刀擦刀,好像,但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,完了, 傭兵这边的话被划倒了,倒一个,教自己的傭兵,手里面有闪现,抬走任何一个就可以,哎,刚才这波三个人强冲真的有机会能把我们俩冲出来, 哇,真的不可想象,这个局居然能打到这个局面,三人强冲我觉得可以的,可行,三人强冲,然后两个带盾的,两个带盾的强冲嘛,一起冲,然后顶盾,对吧, 真有可能,然后一个插刀,一个插刀可能就,亮了,但是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性, 其实这边教授可以不管,因为这教授是教自己的,优秘也是教自己的,看来这边的话,马鸡, 闪现一刀,差一点点,差一点点,尽力了,尽力了,真的尽力了,这局的话我觉得打的,非常的荡气盎然, 现在我们俩冲,我们俩冲了,看来吧,